今天好戲廉場嘉賓 我們請到浦安南小姐 Scalat來到的 Scalat 你好 多謝你們的邀請 是 我相信很多觀眾認識 Scalat就是一個註冊藥劑師 議員 甚至是一個投資顧問 不過好少人知道 原來你曾經監製過三部微電影 說的是今天帶來的三部有關禁讀的微電影 就是你早前的作品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 就是當年為什麼你會由這個構思去拍三部微電影呢 是的 當時其實我已經在做禁讀處的宣傳和教育的主席 同樣時間我也是香港傑出青年協會的主席 當時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不可以為我們的青年人做一些事情呢 當時我就覺得作為十大傑青 應該是為社會想一些需要的事情去做的 就不是說自己 我想著要幫一些可能個個都要成功的人 不是的 而是我覺得應該是幫一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 在2008年大家可能都記得吸毒那個情況其實都挺嚴重的 譬如大家都聽到那些新聞就是說在沙灘裡 譬如索基呢 就可能od了 暈倒在沙灘 那在學校的廁所裡面可能有學生可能索基呢 那所以我就覺得應該做一樣呢 是令到那些年輕人了解多少少毒品的禍害 或者了解到毒品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 其實是很危險的東西 那我就跟那些年輕人聊一聊 那他們就說 我們最喜歡就是看電影的 如果你用電影去看的時候呢 我就不會好像看電視那樣 看到賣廣告我就會去廁所 那他說如果用電影的話 可能你慢慢滲了那個訊息出來呢 我就會吸收得好一點的 那由他們這樣的說話開始說呢 我就說 我要開始去想 會不會有機會拍到一套電影去幫忙 將這個訊息呢 是讓他們知道呢 那政府這個宣傳片 其實我們經常都看的 但可能他們看完就當沒有這件事 那電影又不同 他們可能就會代入了其中呢 可能又會更加好 是啊 你說得很對 那麼代入其中呢就是 所以當我真的拍這套電影的時候呢 我就想著 我一定是不會用一些 就是出名的明星太多 因為你一是他們做的話呢 大家都知道是電影來的了 但是如果我找一些呢 譬如過來人有份啦 或者一些年輕人自己 就是去做那個角色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咦 可能在我周邊都會有這件事會發生的 這樣 是的 很多我看回呢 都是第一次演戲 甚至乎可能你是在 他們是過來人來的 是的 那你就發掘了他們來做演員 那當中其實 那個過程是怎樣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我想一定是 裡面遇到很多的困難在裡面 其實呢那個過程都挺長的 因為首先是要錢先啦 那很好呢就是我寫了一個 Proposal給禁讀基金啦 那就拿了一筆錢的 然後跟著呢我就找三個的導演啦 那也都算是很成功的 但是我沒有說到導演之前呢 就說一下你說的那些演員那方面啦 因為那方面呢我就一早已經定落了 我就說一定要有過來人去參與的 因為為什麼呢就是雖然我們是 我自己讀藥劑啦 對毒品都是一定的認識的 那但是呢 你真是去譬如真是有毒品那個 吃那個感覺那個過程呢 我們一定不是最清楚的那個來的 那還有呢我是很希望鼓勵一些 就是一些過來人呢 他都做一些好事 幫一些年輕人 他可能是已經踩了腳在這個毒海裡面 他可以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都有貢獻的 那所以呢我就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因為我認識很多的戒毒中心 那他們說咦我有這些朋友 他們都很有興趣 他正在戒毒的啦 那他是很有興趣參與 因為呢 他們沒有參與之前呢 我要他簽回一個呢 不是叫做生死狀 是一個呢 簽署一樣東西就是 他declare他以後呢 不吸毒的 他現在也是在戒毒的 那我會呢 是歡迎他加入 加上我們這個拍電影這個 旅程裏面 但是他們是幕後還是幕前 幕前幕後都有 但是我在想如果他們會不會 就是你知道幕前電影那些 你有沒有打格仔 不打格仔的 是的 他們都很願意走出來 很願意的 所以你在我的片裏面呢 其實你會看到有些朋友呢 其實他是過內人來的 那所以呢 他在演繹吸毒的時候呢 可能你會覺得 哇 為什麼這麼神智呢 其實因為他自己就是 已經是有一段時間呢 他都是在一個毒海裏面 浮沉了很多次 戒了很多次又不行啊 那當時我就是透過 一些外展的中心 青年的中心啦 學校的老師啦 就refer一些呢 他覺得有興趣 還有一些呢 就是想在這裏發展的學生 來這裏去做參與 那那就公開招募的 那招募了之後 就叫一些 就是專業的演員呢 就幫我訓練 譬如米雪啊 陳志雲都有來啊 馬俊偉都有來啊 那就幫我呢 有幾堂呢 教他怎麼去演繹那個角色 爸爸 記住戴上行李箱啊 來 Angela 我和爸爸 會去東京兩個星期開會 那就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想要嗎 沒有啊 Hello Kitty好像有一個限量 擺給你好嗎 夠鐘 媽媽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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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晚了 知道嗎 走吧 再見 女兒 拜拜 拜拜 這次這個演繹可能就是 回來了啦 那就是 都是合串形式的 合串形式的 是嗎 其實因為都是 預算上面的 就是不夠 所以就要自己出賣了 導演說 我都很適合做這個中產的 的媽媽嘛 那我就找了我的好拍檔 好朋友 周伯展醫生 那他就 都像樣做一個 即是怎麼說 中產家庭的子女 有個體驗室在 是的 那因為我們想帶出一個訊息 事實上那些研究的報告 都出了來 就是說 現在年輕人吸毒 不是 一定是那些 所謂低下階層的朋友的 有中產的小孩哥 也都有很有錢的 家庭的子女 只不過大家那時候 就是誤解了 或者知道 沒錯 那還有很多時候 那些有錢的家庭 或者中產的家庭 可能自己父母 都是比較忙一些 那他基本上就是有錢 但是就沒有時間陪那些子女 那其實呢 譬如我認識 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其實吃了毒品很多次 戒了很多次 八、九次都有了 但是父母完全不知道的 那他不知道自己的子女 原來經過了這麼多的階段 但是社工就知道了 那所以我就很清楚 我告訴大家 其實毒品是 什麼階層都有 滲入裡面的